视频开始,小伙伴们先看一下手机电量多少,评论区电量一样的就交个朋友吧 叶鸭机身为工业界的大佬,这能力自然是非比寻常的,要不然也不可能一直坐在第一把交椅上 虽然他也曾面对过不少的挑衅者,但和叶鸭机来了一场正面对决后,就纷纷低头认怂走了 慢慢下来,这叶鸭机就有了一堆的小弟,包括这威力超强的反坦克子弹、手雷,甚至是铁锤、铁斧头、煤气罐等等,都是叶鸭机身后的小老弟 叶鸭机如此好哄,自然也引起了老外们的注意,瞧瞧,今天老外就要好好后悔一下叶鸭机 没错,他要用这家伙事和叶鸭机较量,妈妈咪啊,威力都是王者般的存在,那他俩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把对手放在叶鸭机上后,老外就启动了叶鸭机,接下来叶鸭机缓缓下降,开启正式对决 哪知让老外不敢置信的是,叶鸭机接触到他的瞬间时,就把他给压碎了,一点余地都没留 而这硬核的家伙,居然也毫无反手之力,本以为是想想对决,谁知输得这么干脆利落 好吧,叶鸭机是大佬的称号,攒认下了 视频素材来与网络,我们下期再见